哎呀 你呀你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家里这么乱七八糟的 还知道换鞋 人家小庄家那么干净 他穿着外面的鞋就往里进 他家脱脱穿不惯 脱鞋有什么穿着换穿不惯的呀 我说他们闹别扭的还不承认 别别扭扭的 跟你一样 谁闹别扭了 年轻人谁还没个小脾气 倒个面去过两天就好了 这很常见 还不常见 说实话 我们俩见小庄的第一次 我们俩背后也说呢 这么个大植物学家 看上去冷冷的 能对我们家小美好吗 然后呢 然后我们看人小庄 你看啊 这个话虽然是不多 这孩子一看就非常干净 妇女做得当然爱干净 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 你说清楚了吗 我说清楚了 对 你爸的意思是说 小庄这个人啊很简单 没有弯弯绕 我跟你妈呀 唯一担心的 就是你性子直脾气暴 人家小庄一时是受得了 可是时间长了 你这忍得住啊 毕竟现在像你爸这么 性 性格这么好的人 不多见了 我还受不了他呢 这一顿饭吃下来 我们放心了 看他看你的眼神错不了 小心点 老大哥 王沈 甜甜 来摘葡萄了 嗯 回去了 来了 甜甜 哭哭 甜甜你来了 甜甜姐 谁让你来的 靳总 住在我们家民宿 这一大早就说 要来看看咱们葡萄园 我就带他来了 你怎么敌我不分呢 谁都往家里带 靳总说 想看看咱们园里葡萄的质量 他没给你工资 你不要叫他靳总 那个 甜甜 你别太难为大美了 是我非让他带过来的 是我为难他 还是你在为难我 我 我就是来看看葡萄 要是能看见你就更好了 对嘛 同事见面 分外有缘 行 你们俩聊得来 你们俩聊 不对啊 今天我心情好不跟你翻脸 但这是我家的葡萄园 要走你走 大不了这葡萄我不卖了 你还能赖在这不成 我想起来 我园里还有些事情没有做 我来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陪你 给葡萄捡捡芝 淘淘袋子 把去年我不在的时候 你做的事都陪你做一遍 或许不能挽回是吗 天天你能给我个机会吗 天天你能给我个机会吗 机会 让我想想 我怎么记得你装的是腿瘸 不是哑巴呀 我们不是第一天认识了吧 你有那么多机会可以说 但是你没有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又要编什么新的理由 这回不值腿瘸了 还失忆了 我来我知道挽回不了是吗 但我就是想尽我所能 弥补我之前发现的错 你原谅我也好 不原谅我也好 我不逼你 好 你想体验生活是吧 觉得农村新鲜是吧 行啊 我让你新鲜新鲜 大美 来嘞 来 来 来 咋了 靳总想要体验生活 你带他去挑粪吧 挑粪 靳总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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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活累活 他还行吗 我行 走 没问题的 这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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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路 我带路 走 这挑粪 就是个纯体力活 没什么别的花哨技巧 靳总 没问题吧 我 我 我没事 天天每天都要挑这么重的东西吗 有些时候 我们会来过来 帮她挑一条 但你也知道 田园姐要强 她经常自己干 不 靳总 不是 你 你哪能挑这么重的东西啊你 走 走 走 不是 什么事啊 谁让你挑那么重呢 不重 你哪能挑 我有什么挑不了的 不是 可是信总你这个 你跟我过来一下 好 好 好 我跟你讲 挑这个匾的根本不算什么 这点重量 我还能再加 加一倍 信息 田园我 我从来没想过为难你 我舍不得 你如果是来道歉的 歉意我已经收到了 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 你就当做我已经原谅你了 你回去吧 我当然是来道歉的 但是我还有 如果你想要别的话 我直接告诉你结果 不可能 你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 我知道 我不配嘛 你放心 我 我不会缠着你不发的 对了 我这次来还给你带领药的东西 等我一下 你送我的花开了 留住那失落 星光 原来你还一直留着 送出去的花泼出去的水 你没必要再给我看